你未来看到这个四岁的小孩 要说妈妈不要走啊 这是台中县有个女子 争取到了两个儿女的监护权 但是因为的精气状况欠佳 没有办法养育小孩 她异想天开的 把小孩丢到了派出所 说呢叫这个警察 联络她的前夫带回去养 让警察看了都傻眼 眼看妈妈跑了 男童颈椎在后边跑边哭 还差点跌倒 就在几分钟前 派出所上演了狠心的母亲 遗弃亲生儿子的画面 想把孩子丢掉 妇人一开始还故作镇定 不过值班园警发现矛头不对 一再追问之下 才问出原因 和警方周旋不成 夫人就在儿子的面前 直接掉头就走 让远景相当傻眼 很新的妈妈把孩子丢在派出所 这时候妇人伸右手先推男童一下 远景赶上前保护 男童想再度上车 妇人却又伸右手用力推孩子下车 内心急着离开 两名远景干脆前后包夹妇人 母子俩就站在机车旁边挤过来 又挤过去 男童总算爬上车 不过妇人见状直接放弃 小孩和机车转身离开 眼看妈妈走了 男童站在原地嚎啕大哭 警车追了300多公尺 才把妇人劝回 男童仅仅抓着妈妈的手伸 怕再分开 狠心母亲执意把孩子丢掉 转身离去的背影 看在男童的眼里是多么沉重的痛 中文新闻林元斌张军动态中采访报道